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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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在第二单元呢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順序功能图 或布进阶梯图的绘制 那在我们的WPL SOP上面呢 我们有左边的这些功能的按键 那这些功能按键的功能呢 就像这个表所列出来的 那最基本的呢 有一个叫做一般阶梯图的绘制 还有呢 布进初始点的一个绘制 再来呢 是一般布进点的一个绘制的方块 那我们如果需要跳跃我们的步骤的话 就利用这个图形 那接下来的这些呢 就是条件的判断 还有呢 我们会有一些所谓分歧跟河流 我们后面呢 会为大家说明这些功能 那我们在范例里面呢 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们想要做的目的呢 我们会画右手边这样的示意图 那右手边这样的示意图呢 就希望大家可以在WPL SOP的环境下呢 建立它的顺序功能图 然后转换成布进接地图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在M1002的时候呢 完成一些初始化的动作 然后在初始布进点S0的地方呢 去设定M0这个一般的继电器 然后呢 有转移条件X0成立的时候呢 就移转到S20 依序的往下执行 然后在每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希望你去启动Y0或者是Y1或者是Y2 那最后呢 我们在从这个X3转移条件满足的时候呢 就移转回我们的初始布进点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一个操作的范例 让大家从范例里面呢 学习这个程式的执行方式 在这个范例中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 如何建立一个基本的布进阶梯图 一般在WPLsoft的编辑环境下呢 是不会出现布进阶梯图的编辑模式 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呢 点选功能列里面的布进阶梯图的模式 打开这个模式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里面呢 编辑一些流程方块的一个进行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一开始 通常都会建立一个所谓的一般的流程方块 那一般流程方块呢 就是将我们一些 每一次循环需要做的阶梯图呢 放在里面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把一个初始化的动作呢 在里面建立 那接下来呢 就要建立所谓的布进阶梯图 那我们是以流程的观念来建立 所以呢 我们流程呢 一开始都会有一个初始步进点 那我们呢 选择F2这个呢 然后打入我们编号 那这里的编号呢 初始步进点只能有0到9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在每一个流程之后呢 建立它的所谓转换条件 那这个转换或转移条件呢 我们选有F5这个符号 那暂时我们不要去编辑它的内容 我们先把流程先建立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范例里面呢 要建立三个流程 所以呢 接下来就要选择一般的布进点 那编号是20 再来呢 就建立它的转移条件 紧接着再建立一个 一般的方块 编号是30 然后呢 它的转移的条件 再来呢 是另外一个 一般的方块 编号是40 最后呢 在这个转移条件之后呢 我们希望它形成一个循环 回到S0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利用F4这个跳跃 然后呢 让它回到S0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一个基本的流程 也就是顺序功能图的流程的建立 在完成了流程的编辑之后呢 让我们来编辑这些流程方块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要编辑的就是一般的接替图方块 那我们点选滑鼠右键 然后打开内部接替图的模式 这里我们就可以针对每一个流程 所需要执行的内容 建立接替图 那一般的接替图方块呢 它是每一次循环都会执行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做一些每一次都要做的事 当然其中就包含了初始化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先建立我们的初始化 利用呢 我们的特M M1002 建立一个判断的方块 然后呢我们初始化 需要对我们的布进点做一个 初始化的归零跟初始布进点的设定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利用ZRST呢 将我们会用到的布进点 先做一个清除的动作 然后呢我们同时呢 需要去建立我们的初始布进点的设定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利用SET S0的方式呢 就可以设定我们的初始布进点 接下来要注意的是呢 完成这个动作之后呢 内部接替图要记得要先经过一次的编译 才能够离开 那离开的时候呢 就点选我们布进接替图的功能的选项 这样就会跳到SFC编辑模式下 接下来让我们编辑这个布进接替点 那我们第一个初始的布进点 我们内容呢 并没有特别的要求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做很简单的 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直接呢 希望它输出M0 好 那这个流程里面 虽然我们没有特别做什么呢 我们这个流程呢 还是需要经过编译之后 再脱离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转换条件 我们希望说当X0被设为1的时候 把流程的直行呢 转移到S20 所以我们一样点选滑鼠右键 这时候它已经有个预设的功能列 那后面这个代表它要转移这个布进点 我们并不需要去动它 我们只要在前面呢 输入我们的转移条件 所以我们这时候 我们的转移条件呢 是X0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完成了转移条件的建立 同样的呢 我们经过编译之后呢 再离开内部接替图 那在S20的地方呢 我们希望它在成立这个流程执行的过程当中呢 持续的输出Y0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直接利用OUTY0 就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编写 然后呢 我们经过编译之后 再回到布进阶梯图 依序的呢 我们就把每一个区块呢 做一个编辑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布进阶梯图 的一个编辑的状况 当我们呢 完成最后一个转移条件的一个编辑的时候呢 我们回到布进阶梯图 这时候呢 每一个方块的功能 我们都建立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利用功能列上面 把布进阶梯图转换成指令 这样的一个功能选项呢 做一个点选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呢 我们的程式呢 撰写无误 所以呢 编译完成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跳到 一般阶梯图的编辑模式下 我们呢 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完整的 布进阶梯图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在这个内容里面呢 我们看到前面呢 这个是我们一般阶梯图的方块 里面呢 我们设定了S0跟清除掉其他的布进点 然后呢 在我们的S0方块 我们这时候看到两个程式列 第一个程式列就是我们在S0做的 希望输出M0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是我们的转移条件 也就是说呢 在我S0这个布进点成立执行的状况下 如果S0也被设定成ON 那这时候我就会设定布进点S20 就把执行权转移给S20 同时呢 我们的布进阶梯图呢 会自动解除S0 同样的呢 在S20里面 我们的内部阶梯图呢 希望它输出Y0 但是呢 当X1这个转移条件成立的时候 就会把布进点的执行权交给S30 同样的道理 进到S30的时候 Y1会被输出成ON 然后呢 在X2条件成立的时候呢 它会设定布进点S40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会关掉S30这个布进点的执行权 所以呢 S40也是一样 输出Y2 然后呢 它的转移条件是X3 这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有一个跳跃 就回到S0 然后呢 就会循环执行 那这里的R1T呢 是我们的编译器呢 自动帮我们加入的 这个是我们布进阶梯图 必要的一个终端的一个命令 最后的AND呢 就是我们阶梯图呢 一般要有的最中行 最后一行所要有的AND的指令 所以一旦我们完成这样子的一个 布进阶梯图的编辑之后呢 当然我们就可以利用模拟器 一样的呢 来模拟它的执行 那执行开始呢 我们看到这个M1002呢 会把我们的执行权S0呢 设定起来 我们这时候就进入了初始布进点 那初始布进点里面呢 M0会一直是ON 可是呢 当我们在这边呢 点选我们的X0 然后把它设定成ON的时候 执行权呢 就移到S20 进入S20呢 Y0就是ON 一直到我们的转移条件 X1成立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执行权就移到S30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呢 在我们步进阶梯图的执行呢 它是一个阶段式 步骤式的顺序执行 当我进入下一个步骤的时候 前一个步骤呢 就是都会被关闭 所以如果我们这时候呢 把X2设成ON S30会被关闭 所以原来X30里面 Y1也同时会被关闭 然后S40呢 就会被打开 那所以 依照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设计很多 阶段性的工作 跟阶段性的流程 然后利用步进阶梯图的 一个功能呢 来完成 那我们通常不会在 步进阶梯图的编辑模式下 去做除错 或是检查的工作 因为在这边呢 我们只能看到 进行到哪个步骤 而没有办法看到 实质的内容 从范例影片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 这个顺序功能图呢 跟步进阶梯图的一个制作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多加练习 在后面的单元里面呢 我们就会 持续的进行 很多这样子的范例介绍